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友姐妹早安 各位网上的朋友们早安 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我就想说 镜子里这个人是谁啊 怎么长得有点像我的爸爸 所以今年也开始要迈入花甲之年 所以我也开始认老 虽然是叫做初老 可是认老 年纪渐长以后 我其实越来越对人性感到悲观 为什么呢 因为许多价值观的坍塌 其实都是来自上行下效 所以我们现今世界的困境 就是很多政治人物言而无信 言而无信这句话的典故 这个成语的典故 其实是来自一个反面的故事 就是韩非子里面有一个增生教子的故事 你看这个漫画上面画的 他说有一次增生的妻子 因为有点事情她要去市场 就被她的孩子知道了 所以孩子也要跟她的妈妈一起去 那增生的太太不愿意带着孩子去 就骗她的孩子说 你乖乖的在家里 等我回来以后把家里的后面的那头乳猪 杀给你吃 孩子听了有乳猪可以吃 就乖乖的留在家里 过了一会儿 增生的太太妻子从市场买菜回来 一推开门就看到她的老公 丈夫跟带着孩子在后面 在追那只小猪 要把小猪杀了 她的妻子就很生气 就把她的孩子推在一边 然后就对她的丈夫说 我刚才说的话不过是暂时骗骗孩子 你怎么信以为真了呢 增生却很认真的说 跟孩子开玩笑要看状况 不能随便胡说 孩子们觉得大人的话都是真的 所以她才听父母的话 她看了父母的举动会先模仿 然后再运用到她自己的现实生活去 她说你现在欺骗了她 其实就是教你的孩子 下次学会欺骗你 这种教育方式是不对的 所以她的妻子听了增生的话以后 就哑口无言 就让增生把那只小猪杀了 就变成了烤乳猪 这是增生教者的故事 上个主日 徐祥宇传道 在我们中间已经交代了 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 的一些背景 那位四个样安慰的神 不但安慰了受苦的保罗 也要使他去安慰受苦中的 哥林多信徒 所以他用的一个屏幕叫做 安慰遭难的人 安慰遭难的人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篇信息 我们有20篇系列的信息 那是第二篇 我们要来看保罗如何 为自己的人格来辩护 因为有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质疑保罗言而无信 所以在以下的经文里面 他就透露了改变形成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我们中间有些人有习惯要填空格 对不对 如果你拿到那个假页 你可以拿出来 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 请 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 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真实 再是为人不靠人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 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 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 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 以我们夸口 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 以你们夸口一样 你可以写下来 靠着神的恩惠为人 靠着神的恩惠为人 保罗很少自夸 但是他却在这里 这是大概是非常少数的地方 保罗谈到说 这个我们所夸的 他在这里夸什么呢 夸自己的良心 特别是他提到了 是为了见证我们 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 再是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 乃靠神的恩惠 像你们更是这样 这是因为他必须要说明几件事 来回答一些传言 什么传言呢 可能是哥林多的信徒误会了他 因为他所写的几封信 特别是有一封 可能已经意识的不见的 一封严厉的信 就引起了一些信徒 对他使徒身份的质疑 也很可能是有一些人 不管是在教会里的人 或是从外地来的人 散布了对他人格的毁谤 为他的变更旅程为理由 就质疑说 保罗这个人言而无信 但是保罗曾经在他们中间 住过十八个月 一年半的时间 在第二次旅程的时候 他在那里跟亚居拉百居拉夫妇 一起在那里支帐棚 哥林多信徒应该会认识保罗的为人 他也认识他们 甚至他说他将在主耶稣的日子 就是以他们夸口 这是一种变相的称赞 对不对 有一天我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 你们就是我的什么 你们就是我的荣耀 所以我在前些日子的新约 使徒教宗之旅 我就到了希腊的哥林多这个城市 那在那里有一个古城的遗迹 古城的遗迹 然后在古城的地方可以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山头的尾城 哥林多人在当时的希腊社会 其实不是什么好听的名字 这是一个贬义词 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 或者在台湾有没有哪个城市的人 那个城市跟那个人合在一起 就是贬义词我不知道 但是每个城市总是会有一个角落 对不对 会有一个角落 那个角落出生的人 可能在很多人心里面就是贫民窟 或者是这个特种行业的代名词 哥林多城山顶的卫城里面有一个庙 那个庙里面养了上千个庙祭 他们的庙祭的问题很严重 所以要上去拜偶像的时候 就要跟他们的庙祭行一些奸淫的事情 而且庙祭常常下山来 就在山底的市场里面 在那里招风引蝶 勾引那些来献祭的人 所以他们被认为是一个淫乱与放荡的城市 这是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城市 因为他是靠着神的恩惠为人 正如莲花是什么 出于你而不然 哥林多信徒在当时的哥林多城市里面 可能是一群异类 然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却提到了一位弟兄犯了一个罪 就是收了自己的祭母 保罗就很生气 他说这样的事情 在外邦人里面都没有发生过 你们居然容让这个人在教会里面 所以他就要求教会惩戒他把他赶出去 据说那一封严厉的信也和教会 对这个弟兄的处置有关 我们不知道那个弟兄是不是在教会里面 是重要的同工 或者是教会的重要同工 在处置这个弟兄的时候 采取了一些宽容 或者是一些不被接受的处理的方式 那有人认为保罗在写信之前 写这封严厉信之前 曾经去访问过哥林多教会 也就是一个没有记载在史德行传的一个访问 而这一次的访问就令他忧愁 也就是这次的访问 使他改变了后来的行程 这就让我想起一些我过去看见的 教会同工之间的争执 当然我要讲不是我们教会内的 因为我在巴黎在台湾在很多地方服事的时候 看见过一些争执 原来只是一些事物性的不同的意见 本来你要买猪肉 你要买牛肉 你要吃荤 你要吃素 这个是小事情 但是后来却演变成为人格的争议 小小的一个事情 怎么样做都可以的 但是后来变成不是对事不对人 而是变成人格争议 尤其牵扯到诚信问题的时候 常常就会失交 我遇到过有人说 调会议记录出来看 他要求你把那个会议记录录音 然后写逐字稿 你知道吗 即使你有逐字稿的会议记录 大家对于那一段发言的解读也不一样 更何况有许多的传言传话都已经走样了 就在会议的外面很多人开始质疑对方的动机 最后就是彼此指责你说谎你说谎 你明明说这句话你却不承认 就完全失交了 这样的悲剧不是只有在同工中间会发生 这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家庭里面 无论是在配偶之间 无论是在亲子手足 一旦我们开始质疑对方的人格 对方的诚信问题的时候 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 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 只是让轻痛愁快而已 你说愁快 谁是仇敌 到底谁是我们的仇敌 当然不是我们的亲人 当然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或是我们的同工好友 而是魔鬼 魔鬼把怀疑的种子 撒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同工 自己的骨肉当作仇敌 就推 推到对立面 这是最愚蠢的事情 我幕会的中间遇到很多人 有些姐妹就来跟我讲说 我的先生就是个撒旦 我说他大概不是撒旦 大概是撒旦 当你看你的配偶是撒旦的时候 有问题的可能不是他 因为你把他的行为 把他所犯的一些错误 跟他的人格怎么样 混在一起 你需要你需要爱他 你需要更多的了解他 而不是把他跟他的行为 混为一堂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我终于认识你的真面目 他的99% 爱跟对你的好 你通通忘记了 那一次的失误 你就说我认识你的真面目 你都是在骗我 请问是那个被你骂的人的错 还是你的错 是我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愚蠢 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 人格的好坏 其实要看我们对于恩典的认识 和依靠有多深 我们不要太快去质疑 别人的人格与诚信 那就上了仇敌的当了 我们要读下去 第二点是指着神的信实传道 我们来15节读到第18节 请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 叫你们再得益处 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 往马其顿去 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 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 我有此意 岂是反复不定吗 我所起的意 岂是从情欲起的 叫我忽视忽飞吗 我指着信实的神说 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飞的 指着神的信实传道 你可以写下来 这里就交代了保罗原定的一个旅程的计划 他本来是要直接从以弗所上船 往哥林多去 然后拜访了哥林多教会友 再往北走到马其顿 而且还要从马其顿回到他们那里 然后叫他们给他送行往犹太去 这是原本的计划 他并没有想要先走路路往上 然后直接到马其顿 但是保罗改变了后来的行程 他要指着信实的神说 他向他们所传的道 并没有是而又飞的 为什么他需要指着神的信实来传道呢 难道是因为这些哥林多人不再信任他了 那这说来话长 我刚刚已经交代了一点背景 很可能是有人在煽风点火 在后面几章 我们可能这个 第十几篇以后的信息里面 会读到一些蛛丝马迹 原来是这样的 他与哥林多信徒是非常的勤奋 有很深很深的情谊 并且他要在他们中间募款 募什么款呢 要到耶路撒冷去振灾 因为那边有饥荒 所以他们也已经 可能跟一些领寿们已经说好了 他们在那边要做这个募款 振灾的一个举动 但是那封严厉的信 就是那个访问以后 痛苦的访问之后的严厉的信 就造成了一些后果 就让这个局面变得十分的尴尬 就导致保罗改变了行程 保罗认为他自己并不是那种 反复不定的那种人 而是指着神的信实传道 并没有是而又非的 作为一个传道人 这是最要紧的 不要讲道的时候 模拟两可 又想要讨好听众 反而得罪了神 所以要言而有信 而不是临时起义 那就必须要对信实的神负责 其实不只是我们传道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追求 言行合一 我们其实不应该也不可以 表里不一 然而人性的败坏 让我们很难做到一个表里如一的人 我这么说并不是说要推卸责任 不是的 本来为人处事 就不应该反复不定 所起的意 若是从情欲起的 才会叫我忽视忽非 这是非常真实的困境 弟兄姐妹很真实 因为生活中充满了陷阱与圈套 所以我们必须要谨言盛行 所以难免人家会说 我问你怎么回答我呢 因为我们在想 你问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回答 有的时候我们会掉进一些 两难的处境 你怎么回答都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会给人一种 犹豫不决的印象 有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牧者 或对我们小组的组长同工都会说 你就这样决定就好了 你就做决定就好了 一直在push他 但是他可能有很多的考量 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可能拥有很多的资讯 是我们没有拥有的资讯 所以这种犹豫不决的印象 就对这些急躁的人来说 就是他们就觉得你没有leadership 但是你知道吗 越是急躁越容易犯错 所以你一直道歉 他说我错了 那我们改这样好了 修正你前面的错误 你就变成忽视忽飞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 父子骑驴的故事 有没有 那两父子骑着一只驴 对不对 儿子坐后面 旁边就有人说 你看虐待动物 修神医虐待动物 修神医说这样不太好 那就让儿子牵驴 老爸骑好了 又讲说什么 你看虐待儿童 虐待儿童 那不行 那下来 求神医骑驴 让Lisa坐 哎呀 反了反了反了什么 事态炎凉对不对 黑白颠倒 父亲节 怎么让女儿骑驴 老爸还要帮他牵驴 那这个故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记得吗 这两个人一起什么 抬着驴对不对 抬着驴走了 所以不是父子骑驴了 变成驴骑父子了 你不断的做一个决定 没有想清楚 不断的修正 就会变成忽是忽非了 但是基督徒的人品的好坏 我们做决定 其实并非建立在自己的修身养性上的 而是要靠着神的恩惠为人 是指着神的信实传道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 你们没有办法论断我 因为我不是好人 但是我靠着神的恩惠 我可以行善事 这不是我本来好 而是因为我是靠着神的恩惠 我依靠神的恩惠 另外我所做的任何的决定是什么 刚才讲的指着神的信实传道 所以我所做的决定 我所说的话 也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情欲 乃是神在我心里的感动 我们要读下去 19节20节 请 因为我和希腊并提摩泰 在你们中间所传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一事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你可以写下来 借着神的儿子 确认神的儿子 保罗 希腊并提摩泰 他们所传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总没有是而又非的 在他只有什么 在他只有一事 这是因为当 哥林多信徒 质疑保罗的人格的时候 他并不想为他自己辩护 他只是要借着神的儿子来确认 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借着基督也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这就说明保罗所传的福音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 因为所有的应许都借着他应验了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在他只有一事 这句话合本翻译有点拗口 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说 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 也向神说阿们 也向神说阿们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我想保罗是在说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也能成为信实的人 说到做到心口如意 这也是主耶稣的山上保训 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我想到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这个 要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实现诺言 今天是父亲节 我特别想念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纵然诺的人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个部分 当我在读小学的时候 爸爸常常来接我 虽然偶尔他会迟到 我就在校门口等 不管我等多久 他一定会到 我知道他一定会到 他不会忘记我 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守信 我很依恋那种坐在他的机车后面 环抱他背后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那就比朱自清笔下的那个背影要强多了 等我自己做了父亲 我才知道 要给我的儿女有这种安全感有多难 感谢天父给我一个好爸爸 他也借着主耶稣基督帮助我 可以学习做一个好爸爸 以前中国人常讲说嘴上无毛 怎么样 办事不老 但是嘴上有毛也不见得做好爸爸 这个留胡子跟做好爸爸没有太多的关系 有人跟我说你要小心 今天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谈你胡子的事情 我说与其让人家谈 不如我先谈 我跟我两个儿子最亲密的时刻 就是我在读神学院的那个时期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宿舍 那时候小女儿Grace还没出生 所以在他们两个小学跟幼稚园的时代 我在他们睡觉以前 就会让他们打开一个童话故事 就是Louis写的那个Nania童话故事 每天读一章 有时候我念的时候讲一讲我就睡着了 因为白天实在太累了 他们就会摇醒我说 你讲到哪里了 下面怎么样 下面怎么样 那是我们父子中间最亲密的一段时刻 感谢主 没有让我错过我的孩子们的成长 我教两个儿子打篮球 我教他们学音乐 他们中间有一个很喜欢弹钢琴 我教他们信靠神 当我的儿子离开家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说 爸爸能给你的礼物不太多 只有三件事情 你们要牢记在心 这会是你们生命的三大支柱 叫你打篮球 是让你们学会团队合作 跟别人可以配搭 我的大儿子在学校打校队 有的时候我去看他比赛 他干了六个火锅 我说哇 我说你能够盖比你高 二十公分的黑人选手的火锅 那为什么他能盖呢 因为他是一个很愿意做苦工的 很愿意按照教练的指示去帮人家担档 去帮人家补房的人 我就跟他说对了 这就是我希望你学的 不要追求做篮球明星的光环 要扎扎实实的做别人的队友 第二个 学音乐 我跟我的二儿子说 我说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苦难 有的时候你不能明白 为什么受这些苦 有时候人家误会你了 你可以去谈谈肖邦 你可以去谈谈Mozart 当你弹音乐的时候 你学会跟自己有内心的对话 爸爸以前也是这样 别人误会我的时候 我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 我学习跟我自己内心的对话 第三 我对我的所有的孩子说 你们要跟着主 学会专心依靠的功课 因为地上的父亲 有天会离开你们 地上的父母 有天会过去 有天你会离开父母 我们空巢的时候 就是他们上大学 就离开我们了 爸爸不会永远归着你 永远跟着你 永远盯着你 永远能帮助你 但是天父 认识天父 依靠天父 他会成为你一生最大的帮助 当他们三个人在这里受洗的时候 我和我妻子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们知道天父已经接纳了我的孩子们 成为他的儿女 这就是借着神的儿子确认的 因为地上的父亲能够给的很有限 然后天父却能够丰富的功语 所以刚才那首诗歌很谢谢陈一兄带我们唱 做一个父亲能够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像我们所唱的 就是领他们信靠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要来读今天的最后两节 21节跟22节 请 那在基督里兼顾你们和我们 并高我们的就是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赐旨意我们心里做凭据 这是在说一切都是神的旨意 他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高我们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 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呢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 保罗说了四件事 第一他说什么 他说在基督里什么 什么你们 兼顾我们 这就表明保罗所传的福音 与他的行事为人 都是出于神 所以在基督里的信徒 我们的信心会得着坚固 我们的信仰的根基 信仰的核心 都是因为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得着坚固的 他要说下去第二点 说高我们 他说这是神用圣灵高我们 使我们得着了神圣的位分 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 二章九节 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简单的诠释 请 唯有你们是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其实用的经文跟 出埃及记里面 摩西用的经文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都说我们是神的选民 有没有 但在新约里面 这段经文就说我们得着了一个位分 比神的选民的位分还要更高 因为我们成了神的什么 儿女 不只是神的选民 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所以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得到这个神圣的位分 更是要去宣扬福音 基督教不是一个个人的宗教 基督教不是一个修行 只是管自己的宗教 基督教是一个collective 基督教是一个群体的信仰 我们蒙恩是为了叫别人 有一天也能够蒙恩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目的 是要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不要说我已经有上天堂的门票 从此以后 我就是躺平 在家里等着上天堂 不是这样的 我们被拣选 是要使我们能够宣扬那位 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 要做的事情 但是这不是什么义务的问题 而是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跟你是不是要传福音 是有关的 没有一个人说我做了基督徒 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这是我的宝贝 你不可以看 刚好相反 你成为基督徒的目的 就是要把宝贝给人家看 那个真基督徒 有那个传福音的行动 那个是真基督徒的记号 第三 印了我们 不但如此 他用印了我们 我们来读一下以佛所书的一章十三节 也请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印记在保罗时代是用戒指跟蜡来封印 就让一个法律的文件会生效 或是让一个信件 你们有看过 把那羊皮纸卷起来 对不对 然后就用那个戒指 封 所以收信的人就要拆那个蜡封 那个蜡封上面有黄一鸣印 所以那个收信的人知道说 这个封是黄一鸣牧师印上去的 拆了封以后去读里面的信件 就像今天的签名 或者是从台湾来 中国来不知道 中国还有没有用印章 台湾现在存折还要用印章 对不对 那个印件还要存底 一样的 跟那个效力是一样的 我们在教受洗班的时候 会特别提到 信徒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所以小语全道 你是不是第一课的时候有教这个 如果你们错过了 详语全道这次开的受洗班 今天还可以去 然后我们会在小时间帮你补课 补第一课 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就特别讲 受了圣灵做印记是什么意思 圣灵的印记就是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所说的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就呼叫阿爸父 台湾人也是个阿爸 很多地方都叫阿爸 韩国话也叫阿爸 对不对 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亲密的 对父亲的称呼 圣灵这个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就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亲爱的天父阿爸 阿爸天父 那个称谓是一个亲密的称呼 而不是一个畏惧 好像有一个警察在我们后面 一天到晚在看我们有没有闯红灯 这种改变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 既然是神的后嗣 就和基督一同做后嗣 所以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因为我们开口祷告 也是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在教受洗班的时候 总是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有祷告过吗 因为你不可能对着空气祷告 祷告一定有一个对象的 当然我们基督徒会说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但是你如果真正曾经祷告过 对这位创造的主爱你的神祷告的话 那个祷告的动作后面都有圣灵的帮助 第四是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 这都是因为神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我们来读以佛所书一章十四节 请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我们刚刚讲法律 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对不起 我刚刚讲法律文件 不管是遗嘱还是地契 都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等到继承或者是过户的时间到了 就会生效 我记得我在两年前 我妈妈九十岁的时候 我们想回去帮她过九十岁的大寿 但是那个时候是COVID-19最猖獗的时候 所以回台湾要在旅馆里面要关十五天 你说不是十四天吗 没有他就说你要整整在旅馆里面十四天 所以到的那天跟离开那天不算 所以要十四夜十五天十四夜 所以我们费了千辛万苦回去看奶奶 但是在出发以前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跟中学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去看她是没错 我们不一定回得来 你说黄牧师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 或者说你怎么这么悲观 但是我们做了一件 我们现在觉得还是很对的事情 我们签了什么 签了will 中间有签过will的人 举手一下看看 哎哟 在我们中间这个不是多数的人 其实很多will是很简单的 就是夫妻互相利益主 所以丈夫走了 所有的财产就归给太太 太太走了 所有的财产就归给丈夫 然后两个都走了 就按照你的想法去评分 或者是你指定要给不同的人 孩子还没有成年 你可以成立一个信托 规定在什么条件里面 他才可以领这些钱 无论如何 如果那个法律签下去以后 文件生效 对不对 那等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 那个遗嘱就发生了他的效用 这也有点像什么呢 订金的收据 或者像档票 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中间去过档铺的人举手 感谢主你们都很富有 好 知道什么叫档铺的举手 这样可以吧 谢谢 谢谢 你放下 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看过档票的举手 这好像是上一辈的事情 对不对 我老爸曾经把他的结婚戒指 拿去挡 因为那时候我们家真的很穷 但是后来他有钱 就赶快去把那个结婚戒指 再赎回来 所以上一代的人 知道什么叫做档票 如果你知道档票的话 就是你知道有一天你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赎出来 这是我们是那个物件的owner 我们是那个物件 那个戒指的拥有者的一个凭据 你可以把它赎回来 一样的 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 在当信徒的心中 有圣灵的印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重生了 所以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 这个印记就是我们什么 重生的记号 不但如此 这位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宝会师 他还会常常的引导我们 祷告 去查验神的旨意 并且按着神的心意 帮助我们里面 做和他心意 讨他喜悦的祷告 所以 以上这四点 都是在强调 如果哥林多信徒 如果得着了神的圣灵为凭 自然就会辨认出保罗 写信的这个保罗 所言所行 是否是出于神的旨意 今天的结束 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在新约使徒教宗之旅中间 我们就认识了一位土耳其的导游 他会讲中文 所以黄师母就很有负担 要向他传福音 所以我们就在Easternburg 就多留了几天 大家回Huston 我们还留下来 然后就约他见面 本来想要跟他喝个下午茶 但是那天我们要离开Easternburg 有一天的时间在那里 要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有其他的约会 他是导游也很忙 他就赶不过来 所以下午茶我们等了一个小时 他没有来 我们就说那时间不多了 我们要先离开了 我们就去坐船 就去坐船 要渡到这个亚洲那一边 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去看看亚洲那边的风光 不料 不料我们坐上的渡船 居然是反方向的 不但没有往亚洲开 还往欧洲再往里面走得更深 所以绕了半天 15分钟的航程 本来就过了那个海峡 结果变成一个半钟头 所以上岸以后 我们很累了 也快要日落了 我们就急得要找个地方吃晚餐 我就看我的地图上面说 有个地方旁边就是码头 可以看到那个日落 我们就去 一去 发现那个地方只卖咖啡 不卖晚餐 所以这两个人一路互相抱怨说 你都没有看清楚 就带我来这个地方 然后就再走回去 然后走了半天 我说那边有Burger King 你要不要吃Burger King 他说你带我来 突我去吃Burger King 后来终于找到 折腾了一个钟头 终于在地铁站 地铁站的旁边 随便找了一个餐馆 就坐了下来 然后就上到二楼 那里有一个窗户 那个窗户就对着 博斯普鲁斯 下一张照片可以放一下 我们在窗户里面看出来 看出去就是这个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日落 然后师母就不放弃 他就给那个导游 就传了一个简讯 而且还把餐馆的位置 跟地址就跟他讲 结果你们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就在餐馆的楼下 跟人家在谈事情 然后刚刚结束 然后他就跟我们确认说 你确认你们是在这个餐馆吗 我就在楼下 我就在那个窗户旁边 跟他招手 他就上来 我们就请他吃了晚餐 一个一千五百万人的大都会 你们觉得这样的碰面 几率高不高 很低对不对 你说巧合这也太巧了吧 我们有一个愉快的用餐跟交谈 然后才依依不舍的道别 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 保罗从亚洲 把福音传到欧洲的那件事情 今天在我中间 有我的旅行的同伴在这边 亚洲去欧洲 本来最快的路是陆路往上走 然后就经过博士博士台下 到拜占庭 对不对 那是最合逻辑的走法 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 因为那就是辟推你 没有让他往上走 反而引导他就直接 上了船到了菲利比 然后在菲利比就遇见了 李迪亚 我们都到了李迪亚 这个受洗的那个溪的旁边 那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不是保罗原来定的 是圣灵的引导 因为耶稣的灵不许 他就往那里去了 最后 李迪亚就成了第一位欧洲的信徒 而且他在家里面就成立了第一间欧洲的教会 他没有去找一个有钱人 他没有去找一个当地的什么官员 神拣选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 卖紫色不皮的妇人 不是偶然 是专程去找他的 是专程去找他的 因为保罗十分敏锐于圣灵的引导 纵然他自己当下并不知道 我们也一样 我们也需要敏锐于圣灵的引导 并且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就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了 我愿意顺服圣灵 我愿意顺服圣灵 回到她 在神的旨意 生日夜 我愿意顺服圣灵 你周见